哎呦 我现在有了小孩 家里好大呀 你看我今年在28岁 一个95年的 为了有车有房 有老婆有小孩 你看我全都是贷款的 房贷每个月2000多块钱 算少的 有些人3500 我这个算是首付给的比较多了 然后车子呢也一样的 没有车去哪里也不方便 现在买了一辆车 来做代步 可是啊分期的 每个月的分期也是1000多块钱 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每个月的支出加起来 也是3000多4000块钱 像我这样子的人啊 除了上班 我都不敢做别的事情 不敢挡平啊 所以呢 作为年轻人啊 我建议大家 就是量力而行 不要超全消费 像我这个行为完全就是超全消费 现在带一个小孩 小孩的花费也挺大的 每个月也是两三千块钱 两三千算是便宜的了 别人家的小孩啊 每个月花费都是三四千的 所以呢 我这个人啊真的是太苦太苦了 哎 都是因为想追求美好的生活 没想到 我觉得有了这些之后 不算是美好的生活 我觉得美好的生活是不一定要 啊 有很很好的物质来衡量的 我们穷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要有一个机会 让自己躺平的机会 让自己放松的机会 我觉得那样子的人才是幸福的 像我现在啊 压力真的好大好大 哎 有个小孩 有车 有房 也没有用啊 有那些车 有那些房 只会给我增加压力 如果没有那些东西 我在农村住个茅草房 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 我想睡几天就睡几天 现在啊 我睡也不敢睡 只要我不上班一两天 我就怕了 因为每天的支出啊 都是一百多一百多两百块钱的 哎 像这样的支出 谁还敢躺平啊 谁敢休息啊 一点幸福都没有啊 有老婆也没用 有车 有房也没用 我不想要这样子的生活 我只想 能停下就停下 我只想要那样子的生活